各位观众伦们大家好 我是超青的白菜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是这双鞋 一双有味道的鞋 因为我刚刚打完球回到家洗完澡 就来给大家做视频了 我纠极喜欢的超青鞋终于更新了 过完年回来我收到的第一个快递 就是这双鞋 我非常的开心 有多开心呢 大家看看视频时长就知道了 不过还是要解释一下的 我并没有脚臭 它相比一代的改良之处 在订货会上 YY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我解释过了 我最看重的当然就是它的重量 所以鞋子倒数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上脚而是上秤 220克的重量 属实是十分的惊人了 已经跟一些超青跑鞋 差不多一个水平了 我的体重不大 日常都不到65公斤 所以一路以来 YY的各个超青鞋款 我都有尝试 比如说最早的F1 还有后来的一代二代 包括上一代的超青Z 以及这是超青Z的二代 还有以超青为底的这双Infinity 历代的这些超青鞋管 它们的前掌都是非常非常单薄的 几乎没有缓震 就跟你直接踩在地板上 是一样的感觉 启动非常的迅猛 丝毫不会拖你带水 这就是它最大的优点 鞋面质感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从一代这种偏棉质的质感 变成这种偏工程网布的质感 实际上呢 这双鞋是用到了双层网布的一个设计 透气性非常的好 穿了一晚上 它也不会有丝毫的闷脚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 这双鞋的包裹性 我个人感觉居然比上一代会更好一点 而且后跟处给到了海绵的填充 也比一代更加的厚实 鞋带跟以前一样 是这种直的 没有做这种弧形的贴角的设计 其实说这个地方如果是一个Z字 那它就是高端款或者叫专业款 那如果是个X 那就是中端款或者说叫球迷款 鞋子一共有五个配色 其中浅蓝的那个是宽楦的 我其实是有一点点想买那个紫色的 但是我最近的风格都比较低调 都是些黑白灰的鞋子 鞋底的变化十分的巨大 从一代这种六边形纹路 变成了现在YY主流的这种十字型的螺旋桨纹路 防滑性能 因为我最近去的都是一些非常新的球馆 所以那个地板本身是肯定不会滑的 那这双鞋踩上去呢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鞋底依然保留了YY传统的分区设计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以前的这些分区的钩 它是空的 全空的 但是现在呢 它是一些很浅的纹路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就是后跟部分的这个动力垫的开窗 它不见了 现在是这个样子 我一度以为这双是球迷版 中足的部分 这边依然是一块很大的碳板 异形碳板 一直延伸到侧面 这个就是超新系列一贯的配置 一代也有 甚至之前最早的一代也是有的 这个碳板的位置呢 大家可以随便掰啊 它是肯定不会弯的 包裹碳板的这个TPU 它其实不是非常的硬 还是可以捏得动的 尤其是后跟动力垫的这个位置 更是可以摁进去的 顺便啰嗦一嘴 一代的这个耐磨性能 这双鞋呢 基本上作为主力战靴 打了十三四个月的时间 我的前掌只磨成了这个样子 内侧这个部分不可避免的啊 这样磨黑了 非常的丑 实际上脚的感受 我们就接着鞋底部分来讲 前掌我们刚刚提到过了 非常的薄 如果你用它来跳绳 前掌落地 你就会感受到它有多么的单薄 不要指望这个前掌能给你任何的缓冲 那好处呢 是它不会有任何那种发泡材料带来的粘质感 如此巨大的缓震上面的牺牲换来的就是 迅猛无比的启动 前掌的抓地非常的好 如果穿了这双鞋 你再有因为移动而接不到的球 那只能怪你的启动和步伐不到位了 而且这个鞋是真的轻啊 比同尺码的其他鞋子轻了 可能有80到100克 别的鞋子你还有机会怪鞋子重 后面体能下降步伐沉重 但是这双鞋没有任何借口 向前的这种灯垮步啊 这个后跟的缓震还有稳定性还是可以接受的 比上一代稍微更优秀一点点 主要是这个后跟的包裹 跟件会更舒服一点 但是这个后跟的这个位置啊 我希望它能稍微再加高那么一点点啊 包的再紧实一点点 不过也有朋友跟我反映说 这个鞋楦的宽度还是会比 歪歪的其他一些鞋款稍微更窄一点 如果你有机会试穿一下再买的话 那就一定要试一下 足弓的支撑呢 在绿场里算比较优秀的 它是那种微微的隆起 然后拖住你的足弓 这么轻薄的前提下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 跟我又穿了七个月的 这双Infinity二代相比呢 它的重量上轻了差不多一两 但是穿脱的方便程度真的是差太远了 我已经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有穿过这种要系鞋带的鞋子 Infinity的稳定性还有后跟的包裹会稍微比这个超新这一根优秀一点点 有人就会问啊 那这个穿脱的方便程度有那么重要吗 我只想说在冬天啊 大家都是穿着一两层裤子去球场打球的 热完身之后呢 就要把长裤脱掉 我相信有快脱裤的朋友不是很多啊 大家都还是要把鞋子脱掉 把裤子脱掉 再把鞋子穿上鞋带系好 才能回到场上 所以如果你有一双这种方便机鞋带的啊 BOA的 你就会发现这个过程可能会短个20秒到30秒 这么冷的天啊 你让你的队友多等半分钟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 对吧 不太好意思 最后是我的购买建议 有些不差钱的朋友 他走到实体店里面 我直接问啊 你们店里面什么鞋最好 什么鞋最贵 给我来一双 鞋这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并不是越贵就越好的 比如说有一个老板 他走进YY的店里面说啊 我就要你们最贵的 那如果他没有进Infinity的话 那就是这双超新了 超新系列是一个非常挑买家的系列 体重不能太大 比如说你大概150斤以上 或者你常年就是像正思维一样 在后场飞过来 飞过去的那种打法 尽量别碰超新 你不要买它呢 也不是不可以 平时训练的时候 你就穿一些其他的鞋 这个鞋呢 留在比赛的时候 它能给你提供更好的启动 那比赛呢 也就那么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对吧 像我是一个纯纯的地板流 基本上不带跳的 喜欢防守 然后司机上网去封网 超新简直不能更合适了 像我老家福建 还有隔壁的广东 成年男子120斤 110斤 都是不罕见的 也会很适合超新这双鞋 最后啰嗦一件事情 这双鞋叫超新Z2代 它的低端款式叫超新5 如果你不想让大家误会你的表达的话 那记得它是Z2 那双是5 不要念错了 以上呢 就是我关于超新Z2的全部的分享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这将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也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里是拉马西亚羽毛球 我是超青的白菜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